作词 李宗盛 人们说自顾红颜多薄明 我推翻一切做个真英雄 经过不让许美 哦 刀光剑影 伸手不凡看我为武一振奋 路肩不平我就出手不犹豫 成见出恶就是为了天下太平 哦 两肋插刀 哦 下骨绕琴 素面朝天成雄到底一路前行 谁说绿子不如难 是你看也看不穿 一样初宝安 两城的阳山 生活真正男子汉 谁说绿子不如难 是你看也看不穿 一样初宝安 两城的阳山 生过真正男子汉 谁说绿子不如难 是你看也看不穿 我们携手同心已接近来 潇洒如风来清 人世间 人世间 是不是时辰到了 茗玉 丹福 对不起你啊 皇后难为 大人就不要再自责了 只是我走了之后 子磊却没娘了 她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茗玉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帮你照顾好子磊的 有我们在 谁也不想欺负她 奔赴答应你 你走了之后 开封府会为你安排好一群 你就不要担心了 皇上念你 曾是御刺带刀女捕快 又为朝廷立过大功 因此特意免了扎刑 该以独久行刑 你就安心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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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然要偿命啊 人家轻轻的怎么会这么狠心呢 盛南 你要去哪里 你别冲动 我为什么不能 中介组才是杀人凶手 明月是被他害死的 我要他给明月偿命 你走开 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 你这么做是犯法的 犯法 那明月呢 她又没有犯法 那她为什么要死 我真搞不懂 你们怎么可以无动于衷 你记不记得你在大牢里答应过我什么 你说的那些公理正义 到底在哪里 我为什么一个都看不到 你最好别跟着我 否则 我就翻脸不认人 盛南 对你 我从来就没有失信过 请 请 包大人 钟老爷来了 哦 包大人 钟老爷 明月的事 班府 实在惭愧啊 包大人 你们已经尽力了 是我自己没福分 好不容易回来了 却不能跟明月长相厮守 钟老爷 你要节哀啊 嗯 钟老爷 这是明月的东西 哦 有劳公司先生 钟老爷 明月死后 你和紫乐 有什么打算呢 明月走得这么突然 我真的没有什么打算 所以我想 还是先和紫乐 离开这里 找个地方 过去 过些普通的日子吧 哦 包大人 公司先生 我还要回去料理明月的后事 就先告辞了 多多保重啊 大庸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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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爹爹 我们要去哪里啊 爹爹带你去玩 听话啊 哦 展会伟 你有什么事吗 老爷出什么事了吗 哦 富伯 你先带子老回去 子乐 来 明月师父未寒 你这么急着 要去哪里啊 明月已经不在了 我对这儿也没什么留恋的 我只想带着子乐离开这个伤心之地 重新过上平静的日子 我看 你明明是想带着子乐逃跑吧 中纪组 你涉嫌杀害江玉琴 奉包大人之命 将你抓捕归院 你们说我杀人 凭什么 你干什么 你 你 大蓝 你 就凭这个 张龙 赵虎 在 拿下 是 你们干什么 干什么 走 干什么 你放开我 你 放开我 你 放开我 走 放开我 你 放开我 你 放开我 走 放开我 走 放开我 走 走 我是不跪的 放 跪去 中纪组 你可知罪 包大人 我既无杀人放火 又无坚引掳掠 何罪之有啊 简直岂有此理一派胡言 你杀害江玉琴 将罪名嫁祸给柳明月 柳明月为你含冤而死 你现在在公堂之上 还敢说不关你的事 说自己没罪 你是不是人呢 你 真是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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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大人 之前我承认是凶手的时候 你们开封府上上下下 都说我有不在场的证据 不可能杀人 现在回过头来又说我是杀人犯 你们变得也太快了吧 好 我来问你 在案发当天 你有没有去过客栈见过江玉琴 没有 自从玉琴来找我闹事 我把她安顿到客栈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 好 如果你真的没有见过江玉琴 那为什么她耳朵上戴着的紫金耳环 会出现在你手里 那是她之前给我的 根据柳明月的证词 在江玉琴出事前两天 曾去找过柳明月 耳上还戴着这对耳环 你分明是在狡辩 包大人 明月是杀害江玉琴的重要遗犯 她为了开脱自己的罪名 什么话都可以说 她的话 不足为信 好 我就让你无从抵赖 包大人 我想请客栈的掌柜上堂作证 好 传董三 传董三 草民董三叩见包大人 董三 你仔细看好 江玉琴被害之前 是不是戴着这耳环 是 直到她出事那天 她一直都戴着这对耳环 她不过是众多客人中的一个 你何以对她身上的事物 如此留心呢 她出事的前一天晚上 我正好向她讨要房钱 她说没有 就指着这对耳环对我说 将来把她递给我 所以我对耳环的试样 记得特别清楚 包大人 我 我想起来了 这不是她之前给我的 是她出事那天 我去找她说清楚 想跟她一刀两断 她一时恼怒 就把我送的耳环认回给我了 你说你找过江玉琴 那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客栈的 是为时 那你就是承认 在案发当天的下午 曾经到过客栈见过江玉琴 还拿走了她的耳环 是不是 是又怎么样 你明显还是在说谎 江玉琴当时 根本就不可能把耳环交给你 因为她当时已经被你杀害了 幸无恙的 明月都已经死了 你还处心积虑地陷害我 你究竟是何居心啊 再说了 你已经说了 玉琴是有时死的 那个时候很多人能证明我在陪子乐玩呢 那你就错了 因为江玉琴死的时间 并不是有时 而是午后的未时 你说什么 你以为你的诡计真的那么完美吗 那就错了 我曾经去江玉琴住的房间里看过 发现房间的角落里 布满烧过的炭灰 那是因为你杀了人之后 就在房间里烧炭 想使江玉琴的尸体变热 立即死而不僵 以此来误导武作的判断 耶 想使江玉琴的尸体 当然没想到 那是我的 可不得是 长潞 那是 很简单 柳明月他去的 根本就不是江玉琴住的天字一号房 而是你着人租下的天字二号房 柳明月曾经对我描述过 江玉琴住的天字一号房里的家具陈设 而当我去到天字一号房的时候 发现里面的陈设 跟柳明月所说的方向完全相反 在那个时候 我就完全明白了 因为你当时杀了人以后 就将天字一号房和天字二号房的两个门牌调换了 所以柳明月进的 只是一间空无一人的天字二号房 对不对 现在人证物证俱在 中级组 你还有何话可说 这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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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害死了明远 要怪就只能怪你们太蠢 想不到这一切真的是你做的 你没死了明远是无辜的 包大人怎么会处斩他呢 我是特意放假消息出去 说已经处斩了明远 目的就是想令真凶松懈 结果你就自投罗网了 中继组 中继组 你谋害妻子江玉琴 为何还不从事招来 我和明月合力之后 你曾想过要和玉琴一起好好过日子 虽然我们两个经常吵闹 但估计她腹中已经有了我们中家的骨肉 我什么都忍了 可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 她经常瞒着我 一个人偷偷去看大夫 好了 受好啊 走好 老板 前面那位女子买什么药 安排药 她肚子你的胎儿没事吧 没什么事 只是快临盆了 临盆 可是她肚子看起来不大 她的肚子看起来是不大 里面的孩子却是足月的了 我跟玉琴相识 也不过才八个月左右 她又怎么可能会有足月的胎儿呢 中继组 纵然江玉琴腹中的胎儿不是你的 但这事与柳明内无关 你何以杀害江玉琴后 还将罪名嫁祸于柳明月呢 都是因为她 我生意失败以后 心情十分的低落 我本来打算回开封 跟明月开始好好重新过日子 可是不曾想 就在我离开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面 她竟然勾搭上了这个宋棍 还要把我唯一的儿子也抢走 我要把我唯一的儿子抢回来 我要把我的子乐抢回来 于是 于是我才想了个万全之策 既可以报复玉琴 又可以嫁祸给明月 最后 还能名正言顺的把我的子乐要回来 中继组 你老实交代 是怎么杀人的 那天 我去客栈找玉琴 可以 叶琴 你不是去那个女人那儿了吗 干吗用来找我 说甩了我就甩了我 你不想我也就算了 连你的轻骨肉你都不要了吗 轻骨肉 谁的轻骨肉 当然是你的了 我的 跟我有关系吗 你这个贱人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肚子里的野种根本就不是我的 你说什么 我听不懂 听不懂 你这个贱人 你到底要骗我到什么时候 你想怎么样 我以后 我找人写了封信给明月 以玉琴的名义将明月骗到客栈 然后 我就带着子乐出去玩 中纪组 如今人证物证俱在 你可知罪 我没罪 我没罪 都是那些女人的错 都是鲁明月的错 中纪组 你先杀害江玉琴 又嫁祸柳明月 罪不可赦 依据大宋律例 判以炸刀之刑 明日午时除斩 我没错 我是冤枉的 我一点错都没有 来人 在 将人犯中纪组 给我押下去 是 大大人 都是明月害的 走 我没错 走 我没错 走 我没错 我 别打扶我 我我没错 我没错呀 清家所言甚事 一切就以清家所言去办吧 是皇上 皇上 臣还有一事要起奏 哦 孔卿家请说 皇上 您可还记得开封府女补快议案吗 近日来在朝中 众臣们对此案颇有微词啊 哦 这是怎么一回事 哦 皇上本以下旨除斩柳明月 但包拯却没有依法执行 纵然包拯使冤案得以平反 但此举不但欺上瞒下犯下欺君之罪 还有徐司王法之险 若长此下去 恐怕会助长朝中的不正之风啊 这包拯 皇上 朝中言论尚不可怕 怕是怕被庞太师趁自机会抓住把柄 小事化大 有损皇威呀 且臣认为 包拯若不能秉公办事 有关庞太师结党营私一案 若继续交由包拯查办 恐怕一有所不妥 嗯 可是仲卿家 庞太师一事 终得有人去查办呢 微臣愿意为皇上分忧解难 嗯 看一下门 是 我给你做了几道小菜 趁热吃吧 你就别毛骨耗地加慈悲了 我落的今天这步田地 都是拜你跟那个宋棍所赐 我有什么错 我一心回来 希望跟你和子乐团聚 可是你呢 你不要脸 你自己跟那个宋棍走到一起也就算了 还要带着子乐一起 你们就像一家人一样 你有没有搞错 你有没有搞错 只要是姓忠的 那你又记不记得当初是谁丢下我们母子两个不顾的 那又怎么样 那你就可以跟他宋棍在一起 够了 这些不关别人的事是我们自己的事 就是他 是他 抢走了我的女人 就是他 抢走了我的儿子 你要搞清楚 我才是你丈夫 我才是子乐的爹 你叫我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为什么你 到现在都不知悔改 为什么 为什么你这样狠心 杀了玉琴还嫁祸给我呢 好 到了今天这步田地 我就告诉你 我这样做 都是为了我们钟家 都是为了子乐 要是我不把子乐要回来的话 我们钟家可要绝后了 你在说什么呀 玉琴那个贱人 他害得我 害得我再也不能进人道了 你说 我想要回自己的儿子 我有错吗 都是那个贱人骗我的 我有错吗 是你 是你让我失去子乐 是你让我失去了一切 为什么你不想想 当初到底是谁 为了外面的女人 让向我们母子俩一走了之的 你走了之后 我一个女人撑着这个家 我过的什么样的日子 你知道吗 我没有她的我 今天这边太过了 我让你状态 你会再生成了 我长时间 rhy尽度 有什么样的 我 我的天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起 别说了 趁热吃吧 这香酥谷是我之前学了要做给你吃的 可惜一直没有机会 来吧 尝尝 ether 怎么回事 这么回事 然后 闼着 słys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 你这样喂他的人 根本不值得你这么做 你会怎么样 怎么会不值得 祭祖是全天下 最好的相公了 为了他我觉得 做什么都值得 这是什么呀 又臭又难看 这什么东西啊 哥这一个晚上都臭了 赶紧拿走啊 妈 阿姨 如果 我早点尝一尝 就不会弄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一切都成为过去了 明月 若我这次回来 是真心悔过 你会再给我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吗 希望 希望你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耕机组 时辰到了 跟我们走吧 记住 保重 保重 будете 操致 肩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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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自乐 来 喝银耳汤喽 我不喝 我要见娘 乖啊 好孩子 我不喝 我就是不喝 自乐 娘 自乐 娘 你终于回来了 自乐 太好了 太好了 夫人 你现在终于回来了 福伯 这段时间这样多谢你了 要不是你 照顾自乐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 你没事就好了 娘 爹爹呢 爹爹 爹爹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以后都不会回来了 那你会不会也不理我了 娘答应你 一定不会丢下子乐不管的 好不好 好 好 包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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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在这儿 发生什么事了 包大人 这次你为了救我 犯了欺君之罪 得罪了皇上 你能不能带我一起进宫 向皇上请罪 天后发落 包大人 这不是明月一个人的错 我们整个开封府 都不能置身事外 我们跟你一起去 对 我们跟你一起去 是 我们跟你一起去 不行 这次的事已经把你们牵连在内 我不可以再连累你们了 包大人 不如 哦 是为了这事 你们放心吧 事情 没你们想的那么严重 我正准备进宫 向皇上秉明一切 可是包大人 放心吧 之前皇上下旨 是因为我们无凭无据 皇上才秉公办理 可现在凶手已伏法 皇上也是个明道之人 而且还有太后在 放心 不会有什么事的 一切等本府回来再说 包长 你 好大的胆子 竟敢欺君犯伤 皇上息怒 臣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也只有这样才可以找到 证明柳明月清白的证据 不然 真相就会永远使臣大害 包大人 你这样做 确实可以证明柳明月的清白 但你想过没有 你公然抗旨 但是 皇上的颜面 何存呢 皇上 柳明月一事 朝中人人皆知 其中亦不凡是非言论 如若此事就此作罢 恐怕众大臣会有所为言 也有辱 保大人你清天之明啊 皇上 臣只是敬自己的职责 不想妄杀无辜 请皇上 明朝 不必多说了 包长 你这次确实是失职在先 不过 朕念你对朝廷忠心耿耿 柳明月一事 朕就不再追究了 谢皇上 但是 从今天开始 庞太氏一案 你也不用再插手了 皇上 朕已决定 将此事 交由万孔曹刘四卿家全权负责 你就将调查所得的书信名册 全部交由四位大臣吧 臣 遵旨 田大人到 快传 微臣参见皇上 天爱卿您礼 谢皇上 亲家 此次出使了果可有收获啊 回皇上 臣此次出行 幸不负皇上所托 好 经过多次商议 大辽愿意与我大宋建立贸易来往 不日便会派出使者前来商谈 好 做得好 恭喜皇上 嗯 天青家听令 朕命你在大辽使者来访期间全权负责接待 臣封宗旨 不过 大辽使者来访 涉及双方交邦责任重大 凭臣一人之力 恐怕难以周全 哦 天青家 有何提议啊 朝中上下皆知 开封府不快 训练有素 行事谨慎 臣请求 辽使来访期间 由开封府进行保护工作 一定会万无一失 嗯 朕就依田青家所言吧 包长 臣在 朕命你在大辽使者到访期间 全力协助田青家 千万不能有丝毫闪失 将功补过 臣遵旨 唱作曲 李宗盛 混音 李宗盛 歌唱编册晓盈 录音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心里还不想结束 却因为爱而陷入 半生半世日的疾苦 谁人能参透内幕 言不尽风轻爱读 一张手抛的痛苦 泪让现实变轻浮 把灵魂倒入虚无 轻轻飘轻轻叹息人生悲哭 但不知前方是否有贪图 只想化作一朵落幕烟花 不变的祝福 轻轻飘轻轻叹息人生悲哭 用过往成来换最后幸福 只愿化作一朵落幕烟花 要做最后到达彼岸的星途 轻轻飘轻轻叹息人生悲哭 不知道这方是否有贪图 只想化作一朵落幕烟花 永世不变的祝福 轻轻飘轻轻叹息人生悲哭 用过往成来换最后幸福 只愿化作一朵落幕烟花 想化作一朵落幕烟花 想化作一朵落幕烟花 地下轻飞络 感谢观看